各位早 这是墾丁的清晨大概是五点左右 你看天慢慢的亮 和华尺的反射光已经渐渐看到 我从房间里面拍出去的 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学生地点 你坐在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对外画 不用风吹日晒 这个是朋友拍的一个图片 非常棒 我发现如果能够在画画前自己做一个记录 在对我们得到的照片做一些分析 是对画画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也把这个方法呢 放到.com跟flybillart里面跟大家分享 它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要去抄袭它 或者是去把我的这张照片再放再画一次 而是在不同的景物或者是图片里面呢 同样的方法是可以使用的 而且这个方法呢 每经一次使用 就会得到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变化 能够组合在这个观念里面呢 使得文化的景色呢 更迷人 好我们现在来回到正题里面 拿一支笔 我们看到的这个色彩的溢出 通常跟我常说的穿越 是有相对的面积的这种关系 所谓相对的面积就是 我如果看到现在的色彩非常多的时候呢 那表示呢你看到的光束 所以横向的光束呢它就非常少 也就是说非常非常白的这种反光啊 就数量就减少 而这从大自然也可以证实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白云已经变黄云了 白色的浪花呢 你可以看到也沾满了黄色 非常非常小的一块白色而已 所以它的穿越呢 从光从这边照进来 你可以看到这是边面 从这边撞到浪花 到了石头 到了盐块 到这里 白色呈现的非常少 而取代 取而代之的就是色彩 这些丰富的色彩呢 穿越呢它有一定的这种设计的方法 让它感觉到 这个我们要画的物件呢 是凸起于这个海平面 比如说我要让这个石块呢 凸起来 那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某一个暗面的色块呢 跟这个的暗面的色块呢 非常接近 这两个色块接近呢 这一块就凸出来 这些道理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就好像你画人像 肩膀后方的两个色彩明度很接近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个肩膀后面那个叫背景 而人像是突出于背景的地方 这种叫做色彩的溢出呢 通常在于光 微光 像这种Twilight 或者是像黄昏的时候 那我们常常可以用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都是微光 那通常这个空间就会小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看到色彩 多半都是很近的距离 能够像这样细眼看到色彩 其实角度并不多 但是如果我们补助于一些云 比如说像云 这种反射性的光线的穿越 它会非常远 然后距离会比较 看起来会比较宽广 所以我们就放一小部分的穿越 大部分的色彩艺术 那我们来实现看看 我们能不能创造一幅画 而不是去抄一张照片 让我们的想法 能够放在画布上 好 我们来动笔看看 我们就下次再聊